打的最多的应该算是老大逍遥哥哥 不是因为他犯的错特别多 也不是他特别调皮 而是因为我的家规里面有一条很特殊的家规 连作 小的错了 大的一定有责任 在我的家规里面 有一条可能是大家尤其是在座各位朋友 最难接受也最难理解 一条家规 孩子中学期间没有朋友 老爸你行为规范就算了 你还搞社交管制 道理很简单 18岁之前的孩子 只能互称同学 不能互称朋友 因为朋友会相互之间包庇 朋友会相互之间重拥 所以啊 在孩子未具备是非辨别难力的时候 家长千万不要让孩子随随便便的说去交朋友 我的孩子要去同学家里玩 是要填写申请表 去谁家 干什么 待多久 除了这些之外 还要同学的成绩 同学的家长背景 如果他在班里面学习成绩排十名之后的 对不起 不能去 如果他爸爸妈妈 不爱科学 不尊重之师的 对不起 不能去 记得有一次 逍遥有一个同学 收入 在家里搞聚会 逍遥想参加 申请表 我签了 批准 那天 我亲自开车 送逍遥去同学家里 到了同学家里之后 我在车上等 说好的五分钟之后 我打电话 电话里面呢 传来了同学的笑声 逍遥下来的时候 我看到逍遥眼里含着眼泪 更多的是眼泪后面的那种委屈 我知道逍遥很希望 在同学家里多玩一会儿 但是我把它接触 因为 我要让逍遥学会 我要让儿子知道 是可而止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些人 非常的不解 甚至有的人 会咬牙切齿 这个我都非常理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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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